這些應該要很小心處理 這個任何做傳媒都應該是慎重考慮的問題 如果問一下兩個比較出名的案例 例如水門事件 我們知道胸口都是洩物 之後導致尼克遜總統下台 因為他濫權偷聽 以及斯洛登 他公佈了一些美國國家安全局的資料 有一個零鏡的監聽計劃 侵犯了美國人的私隱 你覺得是不是應該公佈呢 所以我一早開始的時候說了 是很強調那個事實的情況 那個細節 然後才作判斷 不能夠很抽象地說 剛才你說的兩個案例 我都同意由於是重大的國家利益 加上當時的總統或者負責人 不過現在希拉里都在說 包括現在他們都在審問他 究竟有沒有說謊 如果作為一個領導人說謊 而是有些紀錄很明顯清楚證明都是說謊的話 這樣的情況之下 涉物的道德標準又可能是另外一個判斷 那這個情況跟我們現在不同 今次我跟張立民所說 即是你都同意 沒問題不應該凌駕公眾利益 我不會這麼說 我只是說兩個是一個平衡的利益 大家要互相很小心去稱 就不能夠單方面理 就不可以說公眾利益的應該披露 然後胡先生說應該會議的 就不應該披露 沒有這樣的絕對性 我同意張立民所說 每一個個案很小心看事實根據 看整個原則 然後很小心去判斷 這樣才可以作準 現在剛才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